欢迎回来台湾的产业 究竟往哪里走 其实在我们2024议题里面 有没有候选人 好好帮我们谈一谈 这个真的是关键 这两天股市非常的夯 股市价格很好 那么关键除了台积电 再来是NVIDIA 所以昨天在一场 因为今天 今天在一场台大的演讲里 受到了大家很多的关注 因为黄仁勋 也就是这个辉达的执行长 到了台大去演讲 他一开始今天秀的是台湾威 听听他怎么说 我今天本来想说 要你们说台湾威 但是 但是越胜越坚定 我在美国大一点 所以我的台湾威 现在不是很标准 他要在上台湾威 所以我今天跟你跟你说 音乐 很好 好 好 真的是很认真 因为他是华裔的美国人 其实他根本连中文都不太会说 更何况是台语 竟然刚刚还算自证腔圆的 表示练习了很久 特别要拉近跟台湾这些学生的关系 台湾是台湾第一学府 但是他们最近当然也有很多各种的言论争议在其中 但是自主的一个大学学府是一个关键 他特别来说要帮这些学生来加油 因为未来AI对世界的影响非常的重要 所谓人工智能就是我们的未来 当大家在分析说尖端晶片 他黄仁勋讲可以不在台湾生产 事实上他的厂线也往国外去发展了 中国市场却无可取代 其中黄仁勋就警告说了 美中晶片大战的影响的是什么 重伤美国的科技业 自伤一百吗 因为拜登政府为了阻挠中国发展 半导体出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 已经让挥打自己这家企业就已经双手被反绑 他讲的时候如果失去中国市场的话 并没有应变计划 因为没有其他中国 中国只有一个市场这么的大 而黄勋来台湾逛了饶河街夜市 经济部高层还特别把他拿来剖文 告诉大家说很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敏感时机 他还愿意来台湾演讲 代表台湾不安全的一律被消散了 真的是有点自嗨 让此地无银三百两 其实真的台湾现在台海之间是安全 还是危害呢 不就有来自于我们执政政府的一念之间吗 NVIDIA被称为台湾这两天股市的救市族 因为点火台股 今年的业绩从衰退直接朝更好的发展 股价昨天大涨百分之四 投资人开心好久没看到的荣景 收支在五百六十六元 是一年来的新高 半导体会变成大国最重要的关键工程 除了张周谋台积电之外 当然第二个就是辉达的黄仁勋 他们过去曾经一起共事交情 是在辉达创立后的第三年 只有一个小故事 我们帮大家回顾一下 在1995年的时候 当时黄仁勋刚创业 没几年才32岁 他就写信给张周谋 希望有没有办法能够来帮台积电 操刀晶片相关的制程 当时辉达名不见经 就刚刚创业了 就没想到张周谋收到信之后 居然直接打电话找他 当时他自己自己曝光过程 非常的兴奋 黄仁勋要这个电话的时候是说 I'm always strong 他紧张死了 我心里想说今天如果是这个 其他的马斯克打给我 大概会这样吧 就说张周谋打给我 当时办公室里面立刻一片安静 赶快来期待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就促成了双方长期的合作 一起打下了半导体的半壁江山 所以护国神山现在到底是成为护国神山 还是要国护神山呢 对美国人来讲是美国人台积电了吗 他在乎台湾是什么 台湾在国际供应链上面的价值 还有当然地理位上的战略价值 所以台湾在疫情延长武器送进台湾的时候 美国的弹药会在台湾储存 美军也会来台协讯 就像当年沙尔地阿拉伯开放让美军进驻一样吗 但是一旦发动攻击的时候 伊拉克不敌的时候下场会是什么 就放火烧了科威特的油田 那美国希望保护的是 像四位一样自我保护的台积电呢 还是保护他们的利益呢 这是在很多分析报道里面 都要先质疑把台湾的利益先放在前面 思考的一个重中之重的关键 那目前台积电在德国也传出要设厂 争取可以到高达50%的补助 包括了日美德都设厂的话 就变成蔡英文政府最强的外交手段 并不是把他们留在台湾 而是送到国外去 其中有个独家消息来分析 现在的状况的话是上报今天的报道 他说刘锡坤呢 在5月13号突然无意警 帅团去访问美国了 立法院长访问美国有什么不对吗 这个本来访美前系府院高层 曾经派人婉转去劝他暂缓 最主要是考量担心在美期间的言行 会脱离外交路线的掌握 这个外交路线是什么 只有蔡英文跟萧美琴知道 其他人去可能都会吐车出包吗 但他仍然出团了 这个分析里面报道里面说 知情人士还透露 一度传出游锡坤 还跟麦卡锡私下会面 还当面邀请麦卡锡 来台访问的消息 这个事情还让AIT大为不解 向外交部表达关切 不是就担心兵凶站委停止了吗 怎么你们又有个人跑去邀请了呢 但这个消息传回来之后 让蔡英文有点不开心 特别强调一下 这是上报的一个独家报道 省府是立刻发言人否认这些说法 表示没有这样的情形 但的确尤锡坤出访了 这个出访是不是得到蔡总统支持 或想要看到的画面呢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必须关心的 我们的总统关心什么 那么关心台籍未安妇吗 没有的 因为最后一位台籍未安妇逝世了 其实在日韩之间 尤其是韩国 对于这个议题是非常的关注 政府也很多的资源来关心的 但是我们的蔡总统 在拜登的狗死的时候发文 网红阿嬷过世的时候哀悼 但是我们台籍的最后一位未安妇 却默默的离世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一句话也没有说 被形容是神隐了 所以当碰到了日本的议题 碰到了美国的议题 我们的总统 他应该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就失去立场就神隐了吗 我要来看看 从为什么黄仁勋这个演讲 会什么受到的关注 因为台积电或半导体这个世界 AI对台湾来讲 未来的产业实在太重要了 黄仁勋其实我是门外汉 这种股市财经台积 我都不太懂 不过你看他跟Maurice之间的关系 至少你看外形上面 他本来前几年也都是一头的黑髮 他现在头发白了 他也没去染 他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 张周某的那个样子 一头白髮 对不对 所以他们显然 他应该满欣赏Maurice张周某的 我讲过回来 游汀坤跟蔡总统这两题好了 蔡总统他的po文 他要po什么拜登的狗 他要po什么 什么po什么不po 说实在的 一句话叫死猪不怕开水烫 要走了就不怕你不爽 现在只剩下一年他要做了 他现在最近没有什么 连国外的访病来都是由他去 第二个游汀坤院长的状况也类似 我分两个层次跟大家讲 第一个就算总统府 真的有一些考量 比如说我们现在对美关系 政治怎么样非常敏感 又要选总统了 所以你不要去 如果真有的话 总统府是否认的 上报这篇报道 如果真有的话 说在我是游汀坤 我也不管你 我这只剩一年 游汀坤已经讲了 他不要继续当立法院长 也不再竞选了 政治的公职就要这里而已 我管你干嘛 第二个就事论事 因为现场是两位这个议员 而且淑慧要选立委 不管立委要出国 议员要出访 台北市议会要去哪里访问 还需要台北市政府同意吗 管得着吗 对 那就是国会外交 那以我们现在目前状况 每一次美国总统就此点点 还是立法院长带团去的 所以你总统府 如果真有什么不满 弄到上新闻的话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那就真的不OK了 你真的不行的话 应该总统亲自跟院长 两个人不听一文秘就好了 弄到出新闻 现在跑出来否认 如果真有这样讲的话 蔡总统你还真是没资格 要求立法院的院长 可以去哪里 可以不可以去哪里 因为你管不了立法院长 民意机关 她是民意的 对 但是要邀请 这个如果卡麦 麦卡西来 那就是国会的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 没有错 但是就像我们讲 那个谁 那个去年 那个贝瑞希要来的时候 美国总统就讲说 我管不住国会议长 我没办法 她要去哪里 我不是我行政单位可以要求的 所以就是蔡英文 怕她会不小心擦枪走火 不可控 所以就会有这个 这个所谓政府 也许有疑虑的 单一管道 淑慧之代表了 我们的蔡英文政府 真的稍微怕一点点不开心 让蔡英文 让美国政府就觉得 你看她过境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很相对的低调 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 美国是老爸 日本是大哥哥 一个老大哥一个老爸 所以他一天到晚做事情 都一直在看着人家的脸色 然后要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这个是让我们非常不解的 刚刚讲到就是说台积电 或者是黄仁勋这一次来台湾 大家去看他金融时报的 那一篇专访 其实重点除了说 中国市场是无可取代 前一句对台湾更重要的是说 他们NVIDIA的晶片 可以不在台湾制造 也就是对很多科技产业来说 其实都是这样子就是 大陆才是他们没有办法放弃的市场 不只是NVIDIA 之前三星也好 荷兰的这个半导体产业也是 因为配合美国的这个半导体 封杀中国的政策 大家都亏损连连 然后今年的资本投资额都大减 所以这样的政策 这样美国这样封杀大陆的政策 到底可以维持多久 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 科技产业 到底可以配合美国政府多久 我是画一个问号 这边提到说美国在意的是台湾 在国际供应链的角色 但现在美国做的做法 就是在破坏整个科技产业 过去几十年 大家慢慢形成的一个 供应链的分工角色 大家知道产业是要分工的 有一些制造基地 它在大陆 在东南亚比在台湾更好 那有一些高科技的产业 它在台湾比移出去更好 可是现在因为美国的介入 这个正常的供应链的分工角色 正在破坏当中 被切断了 对 正在破坏当中 而台湾民进党政府 一直死抱着台积电 好像我有台积电 我就这个万事OK 把台积电当护国神山 当初送 但是一方面你把它当护国神山 那就是要把它保住在台湾 你们不要乱打 这个你们要保护我 因为台积电生产了全世界重要的 晶片的重要角色 可是这些方面 你又一直把它送出去何番 请问一下 当台积电如果陆续在欧洲落脚 在美国落脚的时候 在日本落脚的时候 那台湾的这个生产的角色 是不是就被民进党给葬送掉了呢 过去台积电之所以成功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只协助不干预 我们对于高科技产业 你可以协助 你可以政策补助 但你不要过度的去干预 甚至连他要去哪里投资这件事 你都要去政策的游说 施压或干预 这件事情我觉得会让台积电 承受太大的政治压力 汉庭 但我们看到黄仁勋当然是 国际重要的企业家 可是我们进一步来宣传他的时候 表示这个敏感时机 他运来台湾表示台湾很安全 可是就忽略了他讲的大实话 所谓中国市场是民进党政府 不能说的秘密吗 经济部官员讲这个话 他以为自己是外交部 还是国防部 好奇怪 民进党每一个部会的人员 脑子都不是很清楚 这几天因为台股大涨 所以大家对于辉达 对于台积电又充满了信心 信心满满 一些比较乐观的 也会认为说台湾未来前途无量 甚至也会有一些绿营的 然后就觉得你看台湾之光 国家队等等的又来了 但其实在长期来看 台湾未来的科技业 整个的主流产业 是有很大的隐患存在 就从黄仁勋演讲当中说起 他说美中的晶片大战 会伤及到美国科技业 像辉达自己也是双手被管住 为什么 就是因为美国对各地 都有实施对大陆的出口管制 运用长臂管辖权 你美国禁止自己国家内部的企业 卖东西到大陆就算了 你还禁止到别国的企业 而且你还可以打压别国的企业 好了 所以台积电或者是辉达 都受到影响 那么就问第一个 你禁止我卖东西给大陆 不准我赚大陆的钱 那请问你美国会来买我的东西吗 好像也不会 你也不会来补这个差价跟亏损 那第二个是 尤其是在芯片的产业当中 那么你这